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习惯就像是影子 总能暴露出一个人的性格 还能通过这个小细节看出这个人的绅士背景 甚至能看出他的身价 和一个人交往 我们最希望的就是透过现象看到一个人的本质 想知道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其实与对方吃顿饭就能了解个大概 中国人非常注重饭局 不管是婚姻大事还是商业来往 有很多决定都是在饭局上达成的 而两个人交往往也是从一顿饭开始 吃饭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在哪里吃 吃什么 怎么吃 都有很大的讲究 也能从饭局上看出一个人的格局 格局大小也影响着他的赚钱能力 从一个人吃饭的习惯 便能看出一个人有没有钱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 习惯真是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 它可以主宰人生 因此人自幼就应该通过完美的教育去建立一种良好的习惯 吃饭的习惯决定了一个人的格局 一 点餐的习惯 若是想考察一个人 可以和他吃一顿饭 他选择的餐厅 点餐的方式 就能看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从点餐的习惯 便能看出一个人有没有钱 真正有钱的人会注重品质 会把吃饭当成一种享受美食的过程 不会考虑价格 而是会注重菜品是否色香味居全 是否能够满足自己的味蕾 会为了吃一顿好吃的饭菜跑很远的路 或者花费比较高的价钱也在所不惜 甚至还很愿意把自己发现的美食和亲朋好友分享 也会成为这个餐厅的熟客 他会轻车熟路 知道点什么菜好吃 会在满足自己的情况下照顾到身边的人 让他们也能体会到这种享受 有钱的人注重口味 注重取悦自己 没钱的人只在乎价格 有些没钱的人明明没有钱 也会打扮出衣冠楚楚 看似一副帅气多金的样子 可是一到吃饭点餐的时候 畏首畏尾 即便是撑场面 去了档次比较高的餐厅 也会紧张猜到价格 会找打折的食物或是直接用打折券 他在意的是价格 而不是个人的享受 他抱着一种花最少的钱来吃比较实惠的饭的心理 来吃这顿饭 看似是尊重客人 其实会让客人感觉很不舒服 会觉得这个人很虚伪 也从侧面证实了一件事 这个人很穷 或即便是财富上并不贫瘠 但也是一个心穷的人 而这样的人也很难大富大贵 二 吃菜的习惯 萨瓦林说 只要告诉我你爱吃什么 我就能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真正有钱的人在吃饭的习惯上就能体现出来 他会留出来足够的吃饭时间 并且吃饭都很有仪式感 对美味有很高的要求 对自己喜欢的食物会细细品味 这样的人会把吃饭当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一日三餐都会有很好的安排 不会敷衍了事 会注重营养和口味 会对美味的食物有发自内心的赞美 真正有钱的人不仅会赚钱 还会享受人生 养成好的生活习惯 对于吃饭这件事从不把扑 享受高品质的生活 有钱的人注重细嚼慢咽 细细品味食物 享受食物带来的幸福感 没钱的人匆忙甜度 没有钱的人会为生计而奔波 根本没有时间去好好吃一顿饭 每一顿饭都会吃成工作餐 简单方便 品种单一 甚至狼吞虎咽 没钱的人往往对菜的要求不高 能半饭下宴 填饱肚子就行 有钱的人会注重更高层次的享受 会在乎菜是否色香味俱全 穷人只在乎能不能填饱肚子 不会在意吃的是什么 有什么样的花样 有多高的营养价值 三 点餐的礼仪 无论在商务饭局还是私人饭局上 你怎么对待服务员 反映的不仅是礼貌和教养 还有情商 对服务员一味的指责和威胁 可能会让上菜速度变得更慢 高情商的有钱人会这么说 小姑娘 你看你这么漂亮 又这么麻利 一定能让我们的菜更快的端上来 谢谢你 鼓励和赞美对任何人都有效 这时你展现给他人的是轻松化解事情的能力 能够考虑别人的感受 定让大家都方便的餐厅 考虑点的菜是否合适大家的口味 安排舒服的坐子 一位礼仪师曾经说过 他的母亲曾经教导他 当他请人赴宴时 要细心配合宾客的吃饭速度 在宾客进行 吃完之前不可以放下筷子 因为一旦主人停快 客人也不好意思继续吃下去 体贴和周到藏在每个细节里 礼仪也绝不是恪守规矩 按规矩一定要用刀叉 按规矩一定要喝下这杯酒 按规矩一定要给对方布菜 规矩往往是破坏饭桌氛围的元凶 日本著名的歌唱家 藤原一江在请别人吃西餐时 对方嘟囔了一句 用刀叉吃饭真别扭 一向是刀叉派的藤原 立刻递给对方筷子 还说其实我也喜欢用筷子 藤原先生说 所谓礼仪绝不是恪守规矩 只要不让对方感到不快 这就是最好的礼仪 四 仓后习惯 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蠢的人吃的是饭 聪明人吃的是机会 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也说 没有什么是一顿饭局搞不定的 如果有那就两顿 真正会吃饭的人 不是在乎这顿饭要花多少钱 而是这顿饭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价值 有钱的人餐后会稍作休息 利用饭局与其他人交流 没钱的人急着打包 离开餐厅忙着去工作 其实人和人之间相处 有时候就缺一个契机 而吃饭是拉近关系的一个重要途径 吃饭后的习惯就像给自己打广告 你有能力人品好 通过交流与沟通 会让别人知道 有钱人用餐后不会着急离开 而会有稍作休息 与他人交流的习惯加深感情 而没有钱的人 根本不会花时间在用餐后停留 他会着急去做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 从而没有机会在饭局上 认认真正的展示一下 自己的人品和能力 总是忙于奔波 吃饭是每个人必须要做的事情 但是吃饭也包含着许多的大学问 一个人有没有钱 看他吃饭的样子便知 有钱人在吃饭时会追求高质量 追求舒适感 享受美食 在点餐时会点好吃的 不在乎价格 在吃菜时会细嚼慢咽 享受美食 在餐后会善于利用饭局与他人交流 而没钱的人在吃饭时往往没有高要求 在点餐时会看价格 点便宜的 在吃菜时也不会细嚼慢咽 匆忙甜度 在用餐后心忙离开 吃饭是一件再平尝不过的事情了 然而吃饭也能吃出不一样的人生 有钱之所以有钱并不是靠攒钱才富有的 而是在各个细节中都能找寻到发展自己的机会 而他吃饭的样子会反映出这个人做事的态度 也能看出的是否有更大的价值 没有钱的人 吃饭是为了果腹 补充能量 让自己能更好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去 吃什么都无所谓 有钱的人 吃饭是一种享受 用美食 让自己有享受感 幸福而满足 他会在吃饭享受的同时 把这种快感传递给他人 亦会通过用餐的方式来协商一些合作 联络一下感情 亲爱的分享就到这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就会找到这个母亲的朋友了 我们下期再见